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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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问把 好的 我用的東西來給你 來行你放心 安心 沒有我的命名不許開槍 上面要活的 他跟你說什麼了 他讓我給美國先生送一份水果 並且盯住我他很喜歡擦手 要用這副毛巾 這就是最後一場戲了 這是樓下的劉先生 讓我送給美國客人的 水果給他品嘗 毛巾給他擦手 他說這種毛巾擦手 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如果美國客人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下去找他 他會告訴他的 你先下去吧 好的先生 劉先生給你的 他 總是能做一些讓我好奇的事情 這美國鬼子要幹什麼 劉先生 您說的毛巾有什麼名堂嗎 走 真是不好意思 史密斯 這條毛巾只是一個用 別動 把槍放下 別動 別動 誰走 誰走 不能讓他們綁架石木斯先生 那只是天大的事 把槍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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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槍 我讓你放下槍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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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點 史密斯 你必須帶我出去 走 走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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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點 放下槍 快點 我可以打死 但是打出手实在是太快了 肯定在我的子弹到达之前 就抠动了班机 那个美国将军已经做完了 刘汉瑶你站住 如果你往前走一步 我就一枪打死他 如果你往前走一步 你也要想清楚后果 子弹打出去 是收不回来的 小叔 小叔 好 小叔 小叔 我又给你一次机会 刘汉瑶你好自为之吧 下车 史密斯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受惊了 但说实话 你真的不应该参与我们这场 不义的内战 我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 小强 在我箱子里 把汉洋灶拿出来 好 希望你能记住他 喜欢他 我会好好地 珍藏他 史密斯 你的这把枪 我也留下了 做了几年 好吧 再见 保重 刚才毛局长在电话里 连着跟我说了好几个他妈的 你让我这脸面忘眼放 我们已经尽力了 刘汉洋 掌握了我们重要的军工生产机密 还特别了解 我军美式军械的装备情况 像他这样的人 怎么会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呢 当初刘汉洋在的时候 也没见他们中用 叛逃以后倒成了香伯伯 毛局长命令我们 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 沿途追杀刘汉洋 不能让他活着到达解放区 还有你 关键事后手软 我培养你还有什么用 我一定会用他的血来赎罪的 听说刘汉洋的妻子还在重庆 是 你是要 毛局长已经命令 重庆的保密战 采取行动 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那也是我们的人 快 你们上船 走水路 快 快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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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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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 快滑转 站住 哥 把车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这是苏联红军造的不锈钢 你买了 好 好 你找个小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的人很少 可是大门已经被特务封锁了 显得冒然出去很危险 好吧 那我们就冒险先从这冲一冲 我第一个冲出去 万一此路不通 你们就从正面杀出去 保护流汗阳 从中央库的暗道逃脱 万一这个地方暴露的话 那等在洞口了 可是楚迪手下那名高手啊 要是也是我们心事 对 我们心事 中央库的暗道 只有你才知道对吗 对 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来 我还有任务给你们交代 晓晓 等等 这么多可太危险了 我不同意 我是这儿的指挥 我说了算 我是你哥 我说了算 哥 是你当年逼我进了冰空学校的 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现在 轮到我逼你继续走下去了 就像后来没时间扯了 把人都安装 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你干什么 哥 你要好好换下去 革命还等着你掏枪 小乔 你给我放 机缝给我放了 你 你不要胡闹 小乔 你不走去 瞅瞅 哥 别担心 也许没事 放开我 收拾 快打呀 你急 像是刘霞阳 我借过他穿的衣服 又好像不是 你看 你不能救爸爸 你不能救手 我没救人 你不能救为福 真的是他吗 我总觉得不太对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以后是死是活 那是你自己的神 我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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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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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我们这行的 要不会保护自己 有九条命都不够 好 能和你这样的高手合作 徐某夫妇何求啊 也罢 既然毛局长都发了嘉奖 说明刘汉阳已经死了 徐某愿意和你精诚合作 共同搞好武汉战的地下工作 只要您不怀疑我 不给我小携传 其他的我都无所谓 老刘啊 王主任 找我有事啊 王主任 想告诉你一件事 洪海同志啊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可要顶住了 刚才我们接到了情报 你的妻子和孩子 在重庆返围这里的途中 遭到了特务的伏击 他们都 我们本来不想告诉你 王主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吧,走吧,快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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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还是要来说两句 听不听有你 你死了媳妇孩子 心里难受 我们都很难受 你在医院里躺了三天 整个工厂 就三天没有了歌声和笑声 最难受的是王主任 他忙得要命 可你昏过去多久 他就在你床边 守候了你多久 嘴里还不断念叨着 埋怨自己 说 真对不起 没有能够保护好你的家属 也对不起 救你的小强 对不起所有牺牲的同志 他们重庆地下党 因为这件事 从领导到敌工部的同志 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你说王主任不理解你 那是瞎说 当年 他自己的亲弟 亲娘 他的媳妇 孩子 一共六口人 被敌人堵在屋子里面 活活烧死了 他能不理解你吗 在我们这儿 有几个人身上 没有背负血债 但是有哪个人 被血债压垮了 这是革命 是牺牲 是为了建立一个 永远都不要再有牺牲的 新未来而付出的代价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要咬牙去拼的动力 说真的在你来之前 我这心里真的嘀咕过 我那么多年的老大大 我最好的战友 刘造强 拿自己的生命 换来了你 值不值 你来了之后 我一直观察着你 我负了 值 你值 我现在最恨的是什么 我怎么就 不能拿我自己的命 去把它换来 让刘造强 活下来 那 那才是 真的更值了 我 我扶你 意识你的技术 技术好 更重要的是 技术之外 你告诉大家 一个优秀的造强人 是咋样的 怎么样才能造出 真正优秀的枪 还有那种 精益求精的精神 你能把我们这些家团 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过去真的是错了 我 老是带着成剑 来看你们这些人 刘造强说 连日本战俘 都能改奏过来 更何况 是咱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错就错在心胸狭隘 只知道机械的 去讲什么原则 但是 我却没有考虑到 人心哪 我再 这么继续错下去 我再这么继续错下去 我都不配当共产党 共产党要打天下 没有一个广阔的胸怀 他赢不下天下呀 刘汉阳同事 我向你道歉 向你认错 那个啊 我最后再唠叨两句 我这个人啊 最看不惯的就是被彻底打趴下的人 当年 敌人抓不到我 就抓着我父亲 砍下他的脑袋 挂在城楼上 示众 我没趴下 我参加红军 继续革命 小强没了手 他没趴下 造出了火药 吴云朵 他没有的东西就更多了 但他也没有趴下 成了我们的军工模范 在我们这儿失去亲人的很多 尽管失去了亲人 他们都没有趴下 因为他们知道 趴下和眼泪 没有用啊 只有再站起来 再咬牙去拼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彻底的 最后消灭那些敌人 为我们的亲人报仇 才能最后彻底的 消灭战争 和死伤 让所有人 都不再失去亲人呢 你一定要记住 不管任何时候 但我们的梦 不能葬 你知道 枪上的锯形 是干什么用的 瞄准目标的 你活得有锯形吗 汉阳冰空场 虽然没了 可他的血脉涌在 永远是沸腾的 你要好好活下去 革命还等着你造枪呢 同志们 红海同志领导的战地兵工厂 在战斗中 沉济着着 四爷总部决定 受予红海同志 特殊贡献奖状 以资鼓励 沉济的战斗中 新的任务下来了 要去哪儿 让你立即到三爷司令部报到 到淮海战役的现场去 你什么意思 这回是三爷司令部的陈老总 亲自打电话到四爷总部要人 现在淮海战役战时吃紧 咱们的战士 大都在拿着老汉阳 在跟敌人的美式武器较量 打得很艰苦 这次紧急调内道前线 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便于现场修配武器 第二 好针对美式武器的优缺点 制定战略战术 第三 可以尽快地教会我们的战士 学会使用刚刚缴获来的美式武器 在这场已弱胜强的淮海战役中 我们的兵工技工们 为小笔加步枪战胜敌人的美式装备 提供了有力保障 兵团司令黄松 被俘投降 只有京楚的部队 杀出了重围 京楚手上的那支特种部队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兄弟们 立刻给我杀过去 死活也要把黄松司令给我救出来 师座 师座 晚了 据最新报告 黄松司令 已经率领司令部 投奔共军了 你要是敢蛊惑军心 老子一枪崩了你 师座 这是真的 师座 咱们这支特种部队 也损失惨重 现在 唐恩博司令 白冲席长官 不都很想收编你吗 不就是看中您手上 有这张王牌吗 帮你 你 陈古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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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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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老子 你 你 跨境决战 1949年4月 解放军渡过长江天谦 一举解放了南京 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喜 拥兵二十万坐镇武汉 叫嚣要建立第二道长江防线 与解放军决战 你来了将军 看看国防图吧 驻扎在武昌金口一带的 是华中剿总副司令 张枕中将的第十九军团 据国防部密报 张枕现在正在和共党秘密接触 白长官命令你的部队 以加强防守为名 立即进驻武昌金口 不放在张枕司令部的侧翼 看着张枕 如果真有不测 就立刻消灭它 可是它的第十九冰团有四万之中 我怕我的部队力量不够 白长官的第七师和两个保安团 就在你们附近 白长官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现在的第三十冰工厂 是原来汉阳冰工厂的老班底 人和机器都不来 他知道你是学习冰工的 所以白长官特意命令你的手下 去执行工厂的搬迁任务 你们要搬迁冰工厂 要是万一武汉也失手了 签到台湾去 还能给党国留点血脉和家底 是 那我先告辞了 现在班前 工人们的情绪一定很大 但军令如山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烫手山芋啊 就交给你这个工兵营长了 我也只能硬了头皮 假装不怕疼了 还有 前几年啊 我送过一个熟人的孩子 到赵厂长那儿 想办法给我找到这个孩子 安排他先走 是 也算是 替这个朋友做件好事吧 小巴 他不是第一批就把你送上火车走了吗 你怎么跑回来了 他们先说要去广西 后来又说要去台湾 我哪儿也不想去 所以就溜回来了 信仰还不少 也好 就当我们的秘密交通员吧 针对敌人的搬迁行动 侍卫的决议是 反搬迁 反破坏 保护城市 迎接解放 侍卫强调 为了迎接新中国 我们一定要保护住 这座历史悠久的兵工厂 那我们就给他来个软硬监尸 故意问阳工 一边把机器拆开 再偷偷给他装上 给他来个一边拆一边装 一边装一边装一边拆 故意拖延时间 对对对 我们要学习这个孩子 前走的工人啊 我们再组织他们 偷偷地跑回来 尽量地保存实力 迎接解放 这是前线指挥所 我们情报部门的首长 马上要见你 情报部 见我 红海同志 这位就是我们城市工作部的陶部长 他对您的情况非常熟悉 你好你好 来 请 我们很快啊 就要解放你的家乡大武汉了 很快就能恢复你的真实性命 刘汉阳同志 来 来 请坐 时间紧迫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你看 这是敌人 在武汉的军事部防图 驻防在武昌金口一带 是张诊将军的十九兵团 张诊将军已经决定起义了 并和我们约定好了 率部起义的具体时间 头部长 那需要我做点什么 我们分析 白崇禧可能闻到了起义的风声 突然把金楚的部队 派驻到张诊将军司令部附近住房 这明白着 就是为了监视张诊将军去的 你是说 我兄弟金楚 是他 他现在就是插在张诊将军心脏的一个利刺 没想到 这小子真成祸害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第三式兵工厂 是你们原来汉阳兵工厂的重要直脉 老班底啊 上级领导也非常重视 希望能尽量把他留下来 成为新中国的军工的基石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金楚的部队已经和那儿的工人发生了冲突 我方潜伏在金楚内部的情报人员建议 在起义之前 要除掉金楚 拔掉这个利刺 当然 我们非常敬重金楚将军 在抗战中立下的功勋 这次请你来 就是想再尽最后一把努力 你立即写一封信给清楚 由我们地下党的同志 负责送给他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请你去找高官的权 请你去找高官的权 请你去尽量 他负责 我军机 去到家伙 你去找高官的权 咱们不去找高官的权 军私席的权 报告 武汉地下长的负责同志到了 请他进来 是 这也是你和京楚的老熟人了 咱们呢 先听听他的意见 陶部长 哥 白长官 刚才召我去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不知我们对武汉采取 相继撤退和应急措施 看来 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真没想到 抗战胜利还没有多长时间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要立即去 准备拆建的方案和破坏计划 第一要拆建的 就是汉阳的第三室兵工厂 一旦武汉失守 第一个要炸毁的 也是这个兵工厂 重点破坏的还有 武汉的水厂 电厂 电信局 和重要的交通设施 白长官最不放心的 就是张震的部队 他有意 让京楚去看着他 可是毛局长来电话说 他对京楚也不放心 到了这个时候 个性远比信仰重要得多 你清楚的个性 他是不会投降的 我已经报请了毛局长 准备提升你为特别时期 军统武汉战少将战场 负责应急万一发生的局面 希望你 能够不辜负我们的信任 做好最后的应急方案 我会做好 破坏预案的 不是因为我喜欢做这种事情 而是因为我不喜欢 我的对手太高兴 您真的相信他的终生 我宁愿同意他说的话 这个时候 个性比信仰更加重要 我宁愿同意他说